Sometimes, the only way to put out the flames is with more fire 今年的使命召唤已经正式公布 并且这次依然是大锤组为我们带来的二战系列 不过这次的二战似乎更像是最初的使命召唤二战系列的回归 本作也将以不同的视角讲述多个故事 而在最新的战役预告片中 我们得以一窥四个故事的具体面貌 今天就让我们来重新观看预告片 并且详细分析其中透露的情报 在预告片的开头 我们看到四名角色正坐在列车上穿过一座大雨中的城市 他们就是使命召唤先锋中的可玩角色 作为一个虚构的特种作战小队的队员 他们四人正在前往柏林的路上 纳粹德国正在实施一个名为凤凰行动的计划 目的是为阿道夫·希特勒寻找继任者 而他们的任务正是阻止这个计划实施 这四名队员来自世界各大战场 并且都是被军方特地发掘来的精英 亚瑟·金斯利忠士来自西线战场 他是小队的领袖 并且曾经在英国散兵团第九营服役 此时他正在参与英军负责的欺骗行动 为的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夕混淆德军视听 说到底有哪款二战游戏会愿意错过诺曼底登陆战役呢 实际上这也不是本系列第一次讲述欺骗行动了 他在第一部使命召唤游戏中就有出场 同时也见证了普莱斯队长的第一次登场 接下来让我们认识一下来自美国的韦德·杰克森上尉 在加入小队之前 他曾是太平洋战场的一名飞行员 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正在参与中途岛战役 这是美国海军与日军的一次正面决战 我们可以看见大量的狗斗片段 以及轰炸一艘日本航母的镜头 这或许意味着我们在游戏中 也有机会亲自驾驶无卫式俯冲轰炸机 杰克森的战斗似乎非常胶着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飞机最终迫降在索罗门群岛上 我想他也不会永远待在天上 毕竟脚踏实地这个著名的口号 正是大锤组挂在嘴边的 在地面上杰克森将会参与布干维尔战役 他将在希尔曼坦克的掩护下穿过浓密的丛林 并且冲击敌人的防线 这想必会成为一段激烈而又生动的游戏内容 小队的第三名成员是卢卡斯·里格斯少尉 他是一名在北非沙漠中战斗的澳大利亚士兵 这将是整个系列继使命召唤2之后 第一次重新聚焦北非战场 而我们在预告片中也能看到不少熟悉的元素 我指的当然是砂石与金属摩擦碰撞的声音 以及排山倒海的坦克大军 在这些任务中装甲车辆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英联邦的士兵们 正沉搭着坦克与德军部队交战 我们尚不清楚里格斯少尉是否会亲自指挥其中的一辆坦克 不过我们也知道 大锤组一贯的制作思路就是体现战争的多样性 因此我们不妨小小的期待一下 我们还多次看到里格斯使用机枪的场景 因此他或许会在小队中担任火力支援的职责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保琳娜·佩特洛娃上尉 他是一名来自东线战场的苏联狙击手 他的形象来自于历史上的著名狙击手 柳德米拉·帕夫利勤科 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毙了309名敌人 不用多说 他将在小队中担任神射手的职位 在加入小队前 佩特洛娃曾参加过艰苦卓绝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我们可以看到德军正在对整个城市发起猛烈的进攻 并且挟持了大量的平民 天空中全是纳粹德国空军的轰炸机 而废墟中的火焰与烟雾 把整个天空都染成了可怕的巨黄色 接下来我们还能看到德军在雪地中作战的镜头 意味着自从围城开始 佩特洛娃就一直在战斗 直到俄罗斯沿东的到来 以上就是使命召唤先锋预告片中的主要信息了 这或许会成为几年内最流行的使命召唤游戏 也不一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